我最近玩上一款手游 这款手游火了很久 就是王者荣耀 我相信很多的老铁也都玩过这款游戏 其实我这个人玩游戏的原则 就是只坑自己人 然后于是我就叫上了我的好朋友小强 我们两个人就一起去匹配了一场王者荣耀 结果是匹配到了三个陌生的老铁 这里边其中有一个老铁简直厉害的要词 上来就直接描选莱陵王 并且高傲的给我发愣了 他使用莱陵王的数据 当时我仿佛能看到他屏幕背后微微翘起的嘴角 当时我就想这份自信 这份从容 这份一千多把莱陵王这份百分之十几的胜率 他在这一刻用他的态度告诉我们 这个世界上有一些脸不要也可以 然后游戏开始之后 我操纵着我的陈小金来到了上路 而我们描选莱陵王 也迈着他矫健的步伐来到了野区 但是我定睛一看 卧槽竟是他们敌方的野区 我也不知道是他的导航不好使 还是他们树林太多米鹿了 也不知道为啥他非得他们要去敌方的野区 当时我想可能期处太好 要去反野吧 不想让对面发育起来 当时我就是这么想的 还没有等我对蓝灵王提出疑问 这个时候他已经想到自己可能来错了地方 于是扭头就想往回走 卧槽 那是你二姨一家炕斗 你说走就走 直接被对方一个ADC 一个打野就拦下了 然后就是一顿就是就是那个Q啊 就是让人给Q了嘛 然后一血就没了啊 就就浪费了一条生命啊 当时啊 然后我们也没说什么 对不对 然后复活之后的蓝灵王 就是站在血池里就一动就不动 然后当时我想可能 似乎还在为刚才的事情自责吧 你说能他妈不自责吗 对不对 白白就输出了一血 让对方轻松的就发育了 对不对 稀里糊涂的 我现在打字安慰安慰他吧 以后好好打啊 对不对 没想到这个时候 我王阁先他妈急眼了 我王阁问我们所有的人 你们什么团队意识 什么操作 为什么活活看着我被打死 你们不他妈来救我 行你们不来救我是吧 那我挂机了 我挂机了 这个蓝灵王说完这句话之后 真的就像扎花铁的小纸人一样 躺在血池里一动都不动了 各位老铁 我在这里就想他们问一下的 如果你的队友去对面反野 对不对 让人撞脑花子 一顿提梯子之后 咱们这个团队是怎样配合的 我是给他白几桌 过个头级 他心里能哪劲 还是他妈咋的 其实当然了 这句话我也只能在这里 跟你们这些老铁说说 我跟那个蓝灵王 我可是一句都没敢说 我真怕他挂机 你说他要挂机了 我们这个团队可杂整 对不对 这个时候我的好朋友 小强用蔡文基打字的 他说他打字 各位老铁你们听好 不是语音是打字 他说 哎呀 亲爱的朋友们 不要吵架了 我们在一起玩得多开心 蓝灵王你动起来吧 默默的 你说恶心不恶心 默默的 哎呀 最搞 真的最可笑的 就是那个蓝灵王 真的特别傻的 他真的天真的以为 这个蔡文基是个女孩子 真的 其实也难怪 是哪样的一个男孩子 能受得了这样一个女孩子的 一个摸摸哒 对不对 于是我就在这个时候 王哥就像疯狗的一样 又一次赶往了野区 边往那边走 边跟我们解释 说我刚才吧 这属于一个高端局的一个战略 啥意思呢 就是我先扮猪吃老虎 假装我自己是一个很菜的一个菜逼 然后送出衣血 让他们降低对我的防范 于是在以后 我就可以尽情的杀他们了 西西 然后就是话音刚落 就被对方的那个赵云 再次送回了老家 对不对 其实当时我就想 如果不是因为这个特殊情况发生的话 他这个牛逼 我至少能给到他八分 真的 其实在我看来吧 这蓝绫王被杀这两次也是好事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最起码 他能清楚的意识到自己的水平 是有多么的一般 这样就可以发育的猥琐一点了 真的 没想到真的我还是太年轻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王哥复活之后 就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水平 有多一般 对吧 然后开始反则 反倒开始指责我们四个 他说什么 说我们是他待过最差的一届队友 说我们根本跟随不了他的脚步 而且他告诉我们 如果再这么玩下去 对这个游戏不会有贡献 永远不会有发展 而且我们永远是菜逼 跟不上他的脚步 根本跟不上 蓝绫王当时就这么说的 说我们跟不上 跟不上他的脚步 其实在这里 我想发出一条建议 我恳请王者荣耀的官方 你们听一下 就是能不能出一个改版能打自己队友的这种这样的一个形式 真的 就是咱们可以殴打自己的队友 再遇到这种坑逼 他就是 九个人一块 他把他打他一个 就怼死他 王霸毒 就是这样的 就是如果 就是能能改版成这样 我相信有更多的人愿意玩这款游戏 真的 谁也不敢坑 真的 然后这个蓝绫王两次 连死两次之后 我真的 这个时候我发现他的手速实在是太快了 真的 因为只要他和敌人相遇 他永远不会留给我们支援的时间 就是直接他就是一套连招 然后被对面带走 这样就是 无数次的循环 真的 而且每一次他想支援战场的时候 他都从雪池出发的那一刻 就安下了自己隐身的技能 他觉得这样可能会跑得快一些吧 然后就是一直跑到对方英雄的面前 然后隐身技能就这么消失了 然后赤裸裸的站在对方英雄的面前 其实我就玩这么长时间了 就是想这么用隐身技能的蓝绫王 就是这个隐身技能这么用 就是这么六用的 而且我还是第一次见 真的 紧接着就是 结局也不用我说 对不对 紧接着就是被对面一个连招带走 对不对 就是这个蓝绫王就行 就是行云流水般的送出了自己的人头 然后就是在这个时候吧 就是对面的赵云就开始讲话了 他说除了他爸以外 没有人对他这么好 我老铁们多高的评价 这是多高的评价 你是不是 就是就是也不知道这个时候也不知道是因为赵云的这个评价还是因为自己零杠七的这个人头 这个时候蓝绫王彻底崩溃了 他似乎着告诉我们我他妈不想好好玩了我要开始送人头了 我操当时他他妈说完这句话就给我吓傻了 那他妈你刚才没有送人头是吗 你是在好好玩 然后还来一个零杠七一是吧 那他妈照你这种情况来判断的话 你他妈是不是有一个外挂 然后杀你一次 算他妈五不杀 这样他妈是不是才叫送人头 然后这个时候蓝绫王话音刚落 迈着他轻盈的步伐 就开始往敌方的 就开始往敌方的水晶跑过去了 然后这个时候 就是小强那个人吧 他就是非常的执着 然后他就开始拿着他的小蔡文迪一直给我王哥夹自己 王哥跑他就夹 王哥跑他就夹 那你说他他妈能夹过王哥吗 对不对 王哥跑得那么快 还带着隐心 对不对 往往最后就是王哥送出人头之后 蔡文迪再想往回走也来不及了 反倒让人来一个双杀 这个时候我在想 原来这个才是我王哥口中真正的送人头 就是他妈双杀 这一刻我才真正的领教双杀 送人头 然后直到我们这个游戏即将结束最后的那一刻 对面的赵云发来信息说 真的很感谢你们 让我体会到了这款游戏 真的快乐 其实当时我就在想 就是现在在这吧 就这么说 就是我也想 想请那天的蓝莲王 如果你能看到这条视频的话 希望你可以在王者荣耀里 这个赵冠石峡谷里面 一直坚持下去做你自己你真的很强 希望有一天我也可以成为你的敌人 感受你的强大 并且希望你能带给我这款游戏真正的快乐 真的 我认为王者荣耀最大的魅力 就是在于同样的英雄被不同的玩家使用 就会赋予这个英雄不同的意义 就像在我们眼里 这个蓝莲王全场坑得要死 但是你换个角度想想 对不对 在敌方的眼里 他何尝不是全场最佳排名 MVP之赵冠石峡谷最佳解除青年等等 一系列的表现 对不对 这何尝不是一种胜利 对不对 所以我希望我的老铁们都可以做一个善良的王者 多包容 多指教 说不定你一句善意的话 就可能收获一份美好的友情或者爱情 谁又说得准呢